菲律賓 茄子 燉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溫世凱 今天歡迎就到了 菲律賓料理教室的單元 今天我們為了人領先 我們要帶大家去品嘗一道 帶有文化特色的料理 大家都知道 菲律賓經過了西班牙文化 所以他們留下了很濃厚的西班牙味道 所以今天這一道菜 叫做菲律賓茄子燉肉 燉蛋 這一道的菲律賓茄子燉肉燉蛋 最主要的食材由 絞肉 可以選擇豬絞肉或是牛絞肉 還有我們的馬鈴薯切丁 洋蔥同樣切丁 番茄切丁 還有這個呢 是我們的綜合蔬菜 還有火腿丁 以及鳥蛋 大蒜 鹽巴調味 黑胡椒調味 番茄醬 一碗水 同樣的我們先熱鍋 然後呢 加一點油 然後記得火不要開太大 用中火左右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馬鈴薯丁先放進去 拌炒一下 因為馬鈴薯它會吸油 所以這個時候我會建議 盡量用的是這個 我們的不沾鍋來炒 會比較方便一些 或者是你在拌炒的過程 你可以再加一點油 但是氣勢千萬不要加太多 等到我們的馬鈴薯 它在炒你會發現到說 有一點上色的以後呢 然後這個時候 你再加入了我們的蔬菜丁 這個蔬菜丁裡面 我們還加了火腿丁在裡面 同樣的一起拌炒 等到拌炒差不多的時候呢 就可以先讓它起鍋備用 好 我們將這個馬鈴薯丁 還有蔬菜丁起鍋備用以後呢 同樣的我們在我們的鍋子裡面 加一些熱油 好 這時候呢 我們把洋蔥冰放進去做拌炒 再加一點的大蒜 讓它整個炒軟香氣出來 我們現在的炒香氣 拿去開 一整個炒焦 然後還要把它把蘋果加上去 然後再加了一整個炒蛋 然後再加一整個炒蛋 然後再加他的炒蛋 然後再加一整個炒蛋 炒蛋 搓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角肉也放进来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尽量的让我们的角肉能够先铺平 然后为了避免让我们的洋葱烧焦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一边在炒的时候 把肉炒上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洋葱整个别拌炒 可以利用这个洋葱本身的水分还有这个油分 然后去让我们的角肉可以炒得更均匀的一些 好 等到我们的这个角肉整个已经上色 看到旁边有点焦香的这个感觉 那个味道也出来以后 这时候就差不多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番茄冰给放进来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我们大概是250cc的这个番茄酱 放进来 那当然这个番茄酱它可能会依据每个人喜好的口味 可以有所增结 如果你喜欢它的味道的话 我会建议你不要一下子放太多 你可以分次不同的这个层次 然后慢慢的去煮它 依序把它加进去 然后再去尝一下它的口感 再决定说这个番茄酱的 它所呈现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你所要的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加一点盐巴 以及我们的黑胡椒去做调味 然后再把一碗水给加进来 那同样的呢 因为这道菜呢 它的这个有些人比较喜欢吃 它比较浓稠一些 有些人比较吃的是 它是比较稀 有点汤汁的感觉 那依据自己的时候 你可以来决定 你的这个水要加的多寡是多少 好我们刚刚的这个加了 我们的番茄酱 还有我们的高汤或是清水 我们大概炖煮了 有十分钟左右 这时候你会发现到说 整个的汤汁呢 有稍微缩少一些 然后呢我们的肉 也把我们的刚刚的酱压的汁也 慢慢的渗入进去了 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把 刚刚我们第一个手续所炒好的 马铃薯丁 还有我们的蔬菜丁 给整个拌炒进来 那拌炒进来了以后呢 记得就是当它把它拌炒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开小火 用炖煮的一个方式 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你在炖煮大概需要 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一个时间 看你的马铃薯的一个软松的一个程度 因为每个人喜好的马铃薯的软松也不太一样 有些人比较喜欢吃的是 它有一点脆脆的口感 所以这时候你的炖煮时间不要太过长 有些人比较喜欢吃 如果即化松软的口感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大概是炖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 那这段期间呢 记得火要小 然后炖煮的一个过程 你要知道就是说 它可能那个汤汁会一直在等于是缩小 缩少了以后 千万不要让它收干了 然后这时候你要不断的打开过来看 看差不多了以后呢 试试看那个马铃薯的软度 当它已经差不多你觉得够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就把我们的鸟蛋或者是我们的鸟蛋给它夹进来 鸟蛋跟鸟蛋它所煮的时间呢 也不要太久 它大概就是三分钟左右 然后微煮一下这个时间 因为怕的就是你煮太久 或者是太高温的时候呢 这个蛋一破了以后呢 就让整个汤汁的味道浮掉了就不好了 鸟蛋最主要呢 它呢是要沾上这个汤汁的一个味道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呢 会有不同的一个口感 那差不多三分钟左右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火关掉 我们准备装盘来上桌 哈喽我们的free bean的这道菜呢叫做茄汁炖用灰蛋 现在已经完成了 那当然了这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 Dr.S.我们的海瑟博士来尝一尝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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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t it in with with whale and so that's the Filipino yes ok 哇 这个不太好 吧 就可以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就是东西好不好吃呢 I think the matter is the taste right o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How do you call it in? It's called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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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just eat 哈哈哈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learn No You don't want to try I don't want to try I don't want to try I don't want to eat OK Thank you OK Yes OK Let me see 这道菜呢 其实在家里面 小朋友会很爱吃 然后他配饭也好 或者是什么呢 可以煮一些面条 或者意大利面都很好 你会发现到说 这一道菜 它很有一个欧洲 像西班牙的一个特色 So what the brother takes? Takes Ven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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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Wow It's really good I I miss Venoid very much Venoid Venoid 好想去菲律宾啊 怎么办呢 不能去我们就在家 伪出国 怎么伪出国呢 像我一样 穿着菲律宾的T恤 然后在家做一道 我们菲律宾的料理 你就可以一起去 伪出国到菲律宾旅游啦 Thank you See you soon Bye Bye Bye